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现在房子的进度 目前这个房子的进度应该差不多是60%到70%了 其实中间我本来是已经想要再更新一期了 但是因为呢在我们弄好了地板之后 我们马上就开始弄油漆嘛 所以就把地板整个全部给盖住了 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拍更新 就整个房子都是处于那种什么东西都看不太到 然后光线也很暗的情况 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个超级大的改变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房子的变化究竟在哪里 然后做哪些地方 还有一些我即将要做的东西和我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然后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的话也可以告诉我 因为毕竟第一次装修嘛 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坑需要踩一踩的 那因为现在我们房子的装修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嘛 所以其实差不多我都知道整个预算是怎样的了 我自己有算出来 所以在最后呢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房子最后装出来 目前算出来的预算是多少 好了我们直接到大门这里 那现在大门呢是还没有任何改变的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要换成那种转轴的玻璃门了 并且已经定做 然后最近已经定做好了 就等着运过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安上 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那个转轴门的一个效果图和我做出来的 它的工厂里面拍的那个大概的丑丑的图啊 大家都大概看一下 走进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改变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地板换掉了 之前是小块小块的白色瓷砖 现在这个地板上面有灰啊 有点脏 因为最近工人还在里面走来走去的嘛 然后我们做的呢 是这种住家户里面 其实很少见的stand and seal 我们当时做这个地板的时候 它的工序是这样的 先是把我们原本有的那个瓷砖 全部敲烂了之后呢 就把它缠走了嘛 缠走了之后呢 再用那种机器去进行了打磨 就是把我们原本下面的那个水泥地板 磨得非常的平 本来我是想要做polished concrete的 就是直接把这个房子地基的那个水泥 直接polished之后呢 就它就会变得更加光滑 然后有一定的反光效果 也很好看 但是当时我们把这个地砖撬掉之后 是发现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房子算是一个有年代的房子 所以它下面的水泥那里是有裂缝的 所以就不适合做那个polished concrete了 最后呢就决定做的是这个stand seal 然后这个stand seal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选择颜色 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做的颜色 然后当时他们把这个原本的水泥地板 抛光完成之后呢 应该是在上面再铺了一层水泥的 就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然后它变硬 之后呢再在上面去上颜色 然后最后一步是再把它seal一下 就它上面会有这个 大家可以看 就亮亮的嘛 其实它是上了一层这个seal的东西 我还挺喜欢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它可以有一定的反光效果 还可以把我们后面这些植物的倒影印在地板上 我觉得还挺有日本琉璃光源的 一丢丢的那个小效果的 我很喜欢 而且这个地板我跟Tangry之前来看的时候 因为它是要求你要拖鞋 我们就拖鞋踩在上面之后发现 好舒服 就对比瓷砖和木地板 我跟Tangry都是更加喜欢这个水泥地板的 就它会更加的踏实扎实温润 也不会有那种像瓷砖冰冰的一个效果 挺推荐的 好了 然后再往里走 可以看到其实油漆现在可能已经做好了 90%的一个部分了 然后我们选择的颜色呢 是Benjamin Moore的OC65 叫Shantley Lace的一个颜色 总体就是比那种Ultra White 就是那种超级白 要稍微暖一丢丢的那种 因为我们整个房子的风格 我希望它是有一点点 摩登现代的一个硬装的基础的 然后我们再依靠一些软装 去改变它的一个风格 就是让它的整个风格会更加的折中一点 所以在油漆方面呢 我跟汤友都决定选择偏白一点的 然后选择了这一块 然后在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天窗已经完全加好了 是不是超级美 在家里就可以看到蓝天 然后下雨的时候 你也可以直接看下雨 那接下来再往前走呢 就可以看到客厅其实变化不大 整个房子的整个格局 就是我们没有怎么大的改变嘛 像之前把这个门框都全部敲大 现在也已经都把finish做好了 有没有感觉一下子 整个空间都开阔了 我们那个工人都说 他说我们整个做完之后 他都觉得我们的房子变大了 再回到这个客厅 这边我不是之前说了 我们会换这个窗子吗 结果这个窗子 是我们这一次装修踩的最大的雷 那个公司实在太不靠谱了 我们是在刚刚买的这个房子没多久 刚设计的时候我就决定要换 当时就下单了 他说的是15天会给我做好 结果现在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 他也还没有给我做好 然后他上一周突然之间 跑过来说安装 我都不在这里 因为他没有给我讲 跑过来安装的时候 发现他们颜色做错了 因为我定的是黑色 他们却做了白色 所以自己又搬回去 然后需要重新做 真的是把我气死了 所以这两个窗子都还没有坏 然后接下来另外呢 就是变化最大的 肯定就是整个厨房的位置了 厨房现在已经finish 差不多 80了 很多的东西都弄好了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厨房还是很乱呀 因为正在施工中 但是整个柜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选择都是纯白色的 这边看上去是蓝色 但是是因为它上面有一个膜 没有丝 就那个保护膜 整个全部丝掉之后 整个厨房的色系搭配 我想象中的就是白 然后配黑 这就是主要的色系 然后再通过我们自己的厨房用品呢 去增加整个厨房的一个生活感和色彩感 因为整个房子就它的硬状 我都希望它是比较偏向于是摩登感一点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整个厨房的厨柜选择的 也是属于那种欧式的现代厨柜 不是属于那种美式复古的 就它的整个线条一定要极简简约 然后在厨房的设计上面 整个功能性上面的考虑 会比其实视觉上的考虑 我要想的多一点点 比如说整个厨柜 我要求还是蛮多的嘛 我都希望它是这种抽屉式的 因为根据我自己尝试下来是发现 厨房的收纳抽屉式的都是最好用的 就它一拉出来之后呢 你里面的所有东西 包括最后面的 你都能够很轻易的找到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厨柜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三层的一个抽屉 下面还有一层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 真的非常的实用 之后做好还要做一个开放的保洁再醒 然后大家看看 这个corner里面的这些收纳比较多 现在有点混乱 然后我就不跟大家细节讲了 之后再跟大家细节讲一讲 整个厨房的设计的想法吧 我这里提一下 就大概的这个countertop的选择 因为它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当时找了很久的 因为整个厨房 我就想要干干净净的摆 然后我也不希望它有那种 很亮的countertop的那个效果 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石英石嘛 那个cross 我就发现说cross是完全没有纯白 并且加哑光的效果的 最后呢是订了瓷砖的那个材质 叫porcelain 虽然说它的价格要比普通的石英石 其实还要更贵一点 然后它的整个人工费也要比普通的石英石贵好多 但是我还是决定用这个 真的很好看 然后这侧面呢 做了一个waterfall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侧面 这样打扫卫生也会比较方便 然后最后面之后还会再做一个挡板 要把它挡住 整个厨房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吧 真的很乱 应该看不太出来太到的效果 给大家看一个全景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洗手台嘛 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了 然后洗手台呢也是走的 这种白白的 然后那个水龙头我也买的是白白的 之后安上我再跟大家看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很多电器 其实也是隐藏式的 包括这个洗碗机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也是隐藏式的品牌 我们选的是这个Boss 好了 还没有完全安好 有点丑 然后再往前走呢 其实我们的冰箱也是隐藏式的 因为我觉得摩登 线带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线条一定要简约 元素一定要简单 然后很多的东西呢 可以通过软装去完成 所以硬装可以越简单越好 然后我就选择那种 内嵌式的冰箱 这个冰箱门还没有嵌到这个柜子上 一旦嵌到这个柜子上之后呢 你一打开这个门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冰箱 关上之后呢 也看不到那个冰箱那种 很丑的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冰箱都很丑 所以我就这样藏进去就很棒 好了 这是厨房 然后关于这个厨房呢 其实当时设计的时候 我是考虑了两个风格的 一个呢 就是像现在这种纯白色 一个呢 是用原木色系的橱柜 然后去搭配白色的countertop 然后整个风格呢 也是比较走清新挂的嘛 就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 因为我发现这种简约的颜色色系呢 其实最适合去放在厨房这样功能性的地方 因为这种功能性的地方呢 你都肯定会有很多杂物的 有很多的电器摆件 如果说那个厨房本身的设计 就已经很复杂了 你的摆件摆进去 是很容易看上去很乱的 其实像这种会比较好 然后最后决定白色呢 也是因为考量了各种因素 可以在市场上找到的 配合我预算的这样的柜子呢 纯白色的是能够找得到的 之后再来跟大家细调吧 对了 我突然间想起来 刚刚讲这个客厅的时候 我忘记讲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之后还打算 要在客厅着这个 这里天花板 再加三个天窗 去增加整个客厅的采光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 明亮的客厅 那因为外面我们还有树嘛 所以加了天窗之后呢 阳光透过树叶 照到家里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树荫 就会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可以感觉到 外面在吹风了 你就知道说 树荫在动 所以外面在吹风 就是有一种 把风也可以带进 家里面的那种感觉 就很期待之后安爽 再跟大家看效果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改了这个地板 然后再加上 这个三个阳光房的 那个picture window 这个房间真的实在太舒服了 之后我跟汤圆打算 把它作为是我们的一个 小书房 然后或者说一个小的活动室吧 在中间放个桌子 然后旁边摆书架 就应该还蛮舒服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过道 过道今天就是简简单单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然后是我们的主卧 主卧的话 其实改变也不大嘛 就是主要是一个大框架 然后现在呢 是在弄我们的主卧的浴室了 其实我们主要 现在就是差浴室 没有完全弄好 然后浴室的风格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 我用app做出来的效果 整个瓷砖 我选择的是这种 洞石风的瓷砖 整个设计的理念呢 就是我想要利用这个天窗 打造一个这个浴室 是洞穴的效果 因为它是从向上 往下的一个光嘛 我觉得很适合那种洞穴感 然后整个卫生间就是实用 然后舒适就OK 然后这个洞石瓷砖 我真的找了好久 不过找到就行了 然后走过来呢 是我们的次卧 也是我们之后衣帽间的位置 也全部都弄好了 其实我买的那个衣帽间的衣柜 也已经到了 应该在之后 我跟汤儿有空吧 我们就会过来把它安上 就基本上都弄好了 就把插头弄上去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是那个刺猬 就是小卫生间 现在也正在铺这个地板 大家可以看到 我都做了一个 可以放那些洗漱用品的一个台面 就还挺简约的一个线条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设计效果 这个卫生间走的呢 就是属于那种阴逸之美 就是用的长条的马赛克的黑色瓷砖 去打造一个有点偏复古 但是很阴益的氛围 就人在里面的话 你会一下子感觉到很安全的那个包覆感 然后洗手台的部分呢 选择的是汤儿 想要尝试的那种法式复古风的一个洗手台 好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装修的一个进度了 目前预估呢 是可以在八月底之前 整个房子里面完全的完工的 然后呢 我们可能要加软水器 进水器 然后可能要换一下热水器 估摸着应该九月中就可以搬进来吧 我相信下次更新的时候 应该整个房子就差不多 整个硬装弄好了 不过我当时整个房子在设计的时候 整个想法都是希望说是重软装的 就是我们家里面的家具呀 我跟汤儿的一些私人用品 来把这个房子打造的好看 而不是重硬装 所以整个房子的硬装起到的效果 大概就像是白纸的一个效果吧 就是你一次想要画国画 还是想画西洋画 如果画西洋画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平滑的帆布 或者说白纸 如果想画国画的话呢 你就需要去用到宣纸 所以说这个硬装主要起到这个纸的一个作用 那你在上面要画什么 就根据我们的软装来说了 所以说整个房子装好之后 整个风格各方面应该改变也还挺 很大的 之后呢我应该还会再跟大家出一个 我在设计这道房子的时候做的一些功课 就不管是任何朋友都可以看的 就比如说有哪些室内装修的风格呀 然后如何去决定呀 或者说我们在房子选择这些材料的时候 要如何去选择 然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材料都会跟大家讲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 然后最后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预算的问题 就我们这个房子这样装修下来的开销 虽然说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钱全部付出去 但是我自己已经大概的把这个预算算出来了 这套房子就把它整个哦 我们基本上这个房子全翻了一遍 包括电器所有的小到一个水龙头的钱 我都算进去了 等于说就是整个房子你花的钱 应该是10万美金左右就能够完全搞定 就算我们之后要加软水器呀 各种东西超一点钱的话 我估了这11万 可能10万也够了 现在其实也已经是我多加了很多钱进去 然后预估是10万 这样最后我们装完搬进来 我们再跟大家反馈一下最后是多少钱吧 那就这样我们下视频再见了 拜拜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